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全球瞩目的谷开来案庭审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西方的媒体对案件背后真相的探寻并没有停止 最近英国电讯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中共对谷开来的庭审是经过事先反复精心排练过的 两名中国官员甚至穿上了西服模仿被邀请的英国外交官 让谷开来练习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下如何反应和举手投足 报道说中共当局为谷开来法庭现身撰写的脚本是一个审判秀 对于英国人海武德和中共高调政治新兴薄熙来 以及妻子谷开来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中共撰写的脚本或许能蒙骗中国人却欺骗不了西方人 温哥华太阳报也指出英国人没有绑架他人解决商业纠纷的习俗 而且与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在北京的海武德 如何能够在英国绑架美国读书的伯格花 温哥华太阳报评论说 海武德之死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投资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不管外国投资者有多硬的关系 在中共努力塑造顺利权力交接的时候 他们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决定中共下届党魁领导班次的中共十八大的开会时间 外界一直传言纷纷 8月15号又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最快可能会在九月下旬召开 据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 目前十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已经结束 正在征求修订意见 报道说对薄熙来做结论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可能在九月中旬召开 而十八大则可能在九月下旬召开 在大陆十一前夕结束 另外据大陆媒体报道 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14号到浙江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他在浙江现身的消息也让外界猜测 被称为是中共十八大前宫廷密谋的北戴河会议可能已经结束 8月15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蒙冤警察代表 聚集在北京卢沟桥边集体抗议中共当局的司法腐败 并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中共高层提出三点要求 这些蒙冤警察曾经是政法系统的警官 后来成了冤假错案的受害人 他们多年上访状告无门 也由于长期上访 他们多数被地方政府视为维稳的重点人物 面临着被关进黑监狱 劳教甚至判刑的危险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 明镜需要您的 Edgar 镜需要您的项目